苏玉晚年时明确对人说 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这显然与教科说不符 苏玉这个人一向低调内敛 从不张扬正宫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1978年7月27日 南映的编导石正仙计划 核实一些淮海战役的详细细节 就去预约见苏玉 苏玉当时身体欠佳 一声规定只能够交谈20分钟 但是苏玉见到石正仙后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就惊到了石正仙 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无法你别走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聊四个小时 这是石正仙看到一旁的秘书 在使劲的拽苏玉的衣服 明显是在阻止苏玉继续摔下去 但是苏玉并没有理会 继续着自己的讲述 石正仙之所以战警 是因为这句一模一样的话 邓龙也曾经说过 当年淮海战役的总前尾 有华东野战军和中野野战军的五位领导人组成 大卫常委邓小平 刘伯成 陈毅 再加上素玉和谭内林 当时邓公认总前尾书记 不择不扣的淮海战役的最高领导人 他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 我想这种说法 大家肯定都能够理解 那苏玉见到石正仙 为什么也来了这么一句呢 是在抢攻吗 当然不是 原来淮海战役从提上日程开始 从它的整体战略布局到详细的作战计划 都是由素玉本人提出来的 并且得到了中央的一致肯定 还有淮海战役的主力部队就是素玉的华野 所以淮海战役打响后 在海兵布阵上 基本上也都是由素玉全部指挥 华野战役中 华野四个旅 十四个宗队参战的兵力打四十万之多 武器装备更是中野渴望而不可及的 举个例子 当时中野所有的炮弹数量 还不及华野的一个炮兵团 炮弹的数量多 全数值大可想而知 而中野兵力更少 仅三个旅 七个宗队 十几万人而已 实事求是的说 淮海战役所有的攻坚克兰的任务 都是由华野独自完成的 我们看一下战报 就知道我所言不假 华野战役共歼灭了国民党四个兵团 华野和中野的战国比是三比一 换算成具体的歼敌人数是 四十四万比十一万 差距三十三万人之多 最最关键的是 尽管中野只消灭了一个皇位兵团 但他不是自己消灭的 是在华野的参与下消灭的 所以也有人说 皇位兵团是华野消灭的 并不无道理 也正因为如此 伟人曾经多次说过一句话 那就是淮海战役 速度功不可没 是第一功臣 另外 关于淮海战役的总前委 有一个细节需要声明一下 就是总前委的五位成员在淮海战役 结束之前是没有见过面的 所以 谭战林在华野指挥部 而邓公 刘伯承和陈毅在中野指挥部 两大野战军实际上是各自为政 并非统一指挥 最后我们用一句话做个总结 邓公作为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员 他说淮海战役是由他指挥的 这肯定无可厚非 而苏宇作为淮海战役中出力最多 贡献最大 作用最无可替代的指挥员来说 他这样说 道理其实也是十足 两个人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铁博 一个敢说真话的中国人 感谢大神们的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